跑步能减掉肚子上的坠肉吗? 跑步是可以减肥,但是腹部的肥肉是随全身一起减的不可能只减脊部 以减肥健美为目的的跑步,时间不应少于20分钟 速度要慢些,以保持均匀呼吸 20分钟的慢速长跑步但能大量耗尽体内的糖源 而且要动用体内的脂肪 且由于慢速长跑步很剧烈,不会使肌体过分缺氧 故有助于脂肪的消耗,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运动对身体却有很多益处,男女老幼都可参加 但怎样科学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量,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个人锻炼的要求不同,目的不一 如运动员要求提高运动成绩,为国真光 多数人为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减肥,健美,以保持青春的活力 目的不同,锻炼的方式,方法自然也有所区别 这里仅从全民健身的角度 谈谈以锻炼身体为主或以减肥,健美为目的的运动者 应当如何选择跑步的运动量 运动生物化学研究发现,在跑步开始的五分钟内 心脏为了适应肌体的运动而进行调整 心跳显著增快,心脏动血加剧 但其程度是不均匀的 被称为心脏适应期 跑步持续五分钟后,心脏已经适应 心不有力,动血均匀 并随时根据运动量的大小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跑步二十分钟以内 提供运动能量的主要是体内储存的糖原,特别是鸡糖原和肝糖原 因为糖在有氧条件下能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跑步二十分钟以后,糖原大部分被耗尽 功能的主要来源转变为体内的脂肪 脂肪被动用时先分解为肝油和脂肪酸 肝油可直接氧化功能 而脂肪酸则变为以吸附酶胃 在经过代谢,一部分转变为糖以提供能量 由于脂肪功能需氧量多 因而在跑步强度达到缺氧程度时 就不能靠氧化脂肪来提供能量 由此可知 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跑步 时间不应少于五分钟 否则对心肺功能的提高无注意 超过五分钟的跑步 持续的时间越长 心肺功能的锻炼也就越好 至于跑步的速度是次要的 可按照自己的体力来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 在长跑的第一个月里 因食欲增加体重会稍有上升 但第二个月体重就会很快下降了 若停止跑步运动 因周日地减运动量和运动时间 以免引起反跳性肥膀 运动减缀折抵两卧举球仰卧 手里拿一个网球 抬起双手冲着天花板 双腿伸直冰冷 双脚上钩 收紧腹部及臀部及肉 将双肩和头部抬离地面几厘米 确定球是始终朝上冲向防顶 而不时向前 坚持30秒一次 12次为一组 折叠灯车运动仰卧 假装等一辆想象中的自行车 动作要领 背部下方压紧地板 双手置于头后 将膝盖提到45度脚 双脚做灯车的动作 左脚踝要碰到右膝 接着再用右脚踝去碰左膝 保持动作的准确 一分钟为一组 做五组 折叠两卧起坐 仰卧 屈膝 双脚并拢住床头 用一条毛巾从后侧绕过颈部 双手各拉一端 收缩腹部 肩部抬起 后背慢慢拱起 再缓缓后压 几乎挨到地板时继续起身 不断重复 如果你觉得太难 上身只要抬离地板就行 一组二十个 做五组 折叠端坐体系 找一把捞固的椅子 坐在椅子的边缘 膝盖弯曲 双脚平放于地面 收紧腹部 身体微微后轻 将双脚抬离地面几厘米 保持稳定的动作 将膝盖拉向胸部 同时上升前驱 然后将双脚恢复原位 重复二十次 折叠 摇摇摇摩脚尖平躺在地面 双腿伸直抬起 和地面垂直 保持双腿不动 利用腹脊的力量收紧 带动身体往上 双手去碰脚尖 运用腹部及肩部力量向上 坚持五十秒 再重复两至三组 折叠有氧运动 减掉腰部的坠肉 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只做健身操 腰并不能完全到达目的 你需要一周最少三次 每次至少二十分钟的 有氧练习 配合低脂肪的饮食 然后加坐 阻力 哑铃练习 动作意 这个动作有些难度 侧躺在地板上 一只手臂弯曲 用手肘支撑身体 小臂向前 身体保持挺直 然后腰不用力下向 使整个下身接触地面 再拉起 重复此动作二组 每组二十次 动作二 站立 双脚分开 比肩宽 两臂水准打开 然后扭腰向下 右手摸左脚脚面 直立 换左手动作 此动作重复三组 每组十次 动作三 站立 双脚分开 双手持一根健身棒 至于肩膀上 如果没有健身棒 可以将两手交叉 平端于胸前 保持背部挺直 然后向两侧拉伸腰部 动作要缓慢 注意幅度 不要拉伤 重复此动作三组 每组二十次 小心长坠食品 许多漂亮妹妹以为 不吃早餐或早餐吃的少会有助减肥 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不吃早餐或者吃的不大只会让你越来越胖哦 认清这些错误吃法就能够避免成为富婆了哦 今天就告诉你哪五种早餐让你一吃就胖 早餐吃的不科学 不但会让你越吃越胖 甚至会是健康的致命杀手 现在就来看看哪些早餐是你致富的原因吧 一 烧饼油条传统的妹妹大多会选择中式早点 买个烧饼油条就上班去了 其实 油条的脂肪含量非常高 每根油条有220卡路里 烧饼 油条是高温油渣食品 经过高温油渣之后 吸收了相当多的油 油脂含量严重超标 而且营养素被破坏 还会产生致癌物质 不宜长期使用 建议 中式早餐一星期不宜使用超过一次 早餐一定要搭配蔬菜或者水果 而且当天的午 晚两餐要尽量清淡 不要再吃炸 煎 超的食物 二 新式早餐许多欧也都喜欢去麦当劳 K FC 7-11 卖早餐 如汉堡包 油茶鸡翅 薯条等 虽然美味可口 但西式早餐所含的热量比起重视早餐高出许多 汉堡里的肉 鸡翅或薯条的油量严重超标 吃进去不对积成脂肪才怪乐 而且 汉堡里只有薄薄的一片剩菜 所提供的维生素根本不能满足身体需求 建议选择西式早餐 应该再加上水果或蔬菜汤等 以维持营养均衡 保证各种营养素的摄取 另外最好不要长期食用 油炸食物不仅有支超标 而且多吃有治癌的危险 三 零食早餐上班族都会在家里或公司备一些零食 如雪饼 饼干 巧克力等 以备不时之需 甚至把它们当早餐 其实 这样是相当不健康的 零食多数属于干食 对于早晨处于半脱水状态的人体来说 是不利于消化吸收的 而且饼干等零食主要原料是苦物 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提供能量 但很快会使人体再次感到饥饿 临近中午时血糖水准会明显疯降 早餐吃零食容易导致营养不足 体质疯降 引起病菌入侵 建议 不宜以零食代替早餐 尤其不要吃太多的干食 早餐食物应选水分含量多的 如果当天的早餐水分太少 那么一定要记得多喝一杯水来弥补 4.水果 蔬果汁妹妹们为了减肥瘦身 经常以水果、蔬果汁来替代早餐 蔬果含有丰富的纤维 有利于清肠排毒 确实有减肥的功效 但水果的糖分多是单糖 能被直接吸收 提供身体所需能量 但是 它们所能提供的能量有限 不能满足上午工作的需求 光吃水果容易了 反而会让你吃进去更多的热量 而有些男生女生经常只喝一杯果汁 就当搞定早餐了 其实就算是纯鲜橙汁 一杯用三汁橙榨水 也有150卡路里的热量 而且吃不到成的鲜维素 及白色陈衣中的维生素比 营养价值都比吃水果来得低 建议光靠水果 果汁提供的热量 并不能满足身体需求 最好摄取一些碳水化和物 以补充足够能量 如中食包子 皮带瘦肉粥等 五 素食面有些妹妹贪图方便 就靠一杯素食面来撑住整个上午 虽然素食面方便快捷 美味可口 但是素食面多数经过油炸 脂肪含量相当高 而且汤粉多含味精 吃多了有害健康 而且 素食面的脱水蔬菜不能提供维生素和纤维 吃多了更容易导致便秘 建议 坦吃素食面的人可以选吃不经油炸的素食面 如方便米粉 通心粉或粉丝 而且建议少用酱粉包 另外 应多吃些蔬菜 水果 帮助排除素变 简缀注意事项 一 合理安排三餐 早餐只吃高签麦片 低脂鲜肉 不仅可以帮助排便 同时也非常营养健康 至于肉类 海鲜则留待中餐 晚餐可以吃点清淡的 蔬菜要占大部分 二 饭后站立半个小时 其实男人女人发胖的最大原因是疏忽 由于工作学习忙 根本没有时间来合理调配生活 安排自己的饮食起居 饭后至少站立半小时 可以免去这防约积在小肚子上的烦恼 还省去事后弥补 三 睡前五小时进食 减肥的一大忌就是在睡觉前吃东西 睡眠的时候身体不需要运动 吃下的东西全部会被身体吸收变成脂肪囤积起来 假如饿得受不了 也只能吃少量的水煮青菜或水果 文章来源 马拉松跑步